哎呦 四二 是不是有点过了 那能行吗 我说小 你就别闲吃萝卜胆操心了 过来给我那根肠上吃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赌这一战 几封双头魔狼 不提 风啸天释放了武魂 魂帝 他竟然也就是魂帝了 火舞看着唐三眼中的惊讶 心中不见一些快意 和哥哥火无双 一起释放出了武魂 两黄两子一黑 五个魂环 兄妹二人的魂环打击竟然一模一模 都是五十级以上的魂王 浓郁的火元素气息迎命而来 灼热的空气展示着他们强悍的实力 六十一级 命攻系战魂帝 五十四级 控制系战魂王 五十三级 强攻系战魂王 怎么 你打算现在就认输吗 快亮出你的武魂 唐三抬起右手 武魂骤染释放 当着众多史莱克学院学员的面 唐三在刚才决定 跟这三个人对战的时候 就没有打算隐瞒自己的十万年魂环 黄 五 黑 红 四色光芒眼影之下 能够拉开与唐三之间的差距 他的确是看到了差距 但被拉开的是他 请 唐三第二次做出请的手势之间 他手掌微微领辉 无数蓝英皇 已经朝着那三个人蜂拥而去 封小天第一个反过来 瞬间加速直奔唐三冲了过来 只见封小天弹出狼爪的双手伴随着第一魂环闪亮而挥动 数十道锐利的锋刃瞬间从他手中爆发出来 强行挡住了唐三正面扑来的蓝英皇 不过 封小天的锋刃裂震 只是凭借冲击力荡开了唐三的蓝英皇而已 无法对蓝英皇产生任何伤害 四散激荡的蓝英皇 顿时在空中展开更大的面积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越发绚丽 火舞与火舞霜同时动了起来 火舞的背后升起一片火影 星星点点的火光开始在他头顶上方凝结 这些年 他们兄妹一直在一起修炼 默契十足 根本不需要交流 也能把握好彼此之间的每一个魂技释放的间隙不落破绽 而唐三就利用这一瞬间的功夫 脚下骤然加速 双拳同时抬起直奔火舞霜迎上去 来得好